馬總統要前往中國大陸這件事情 你覺得真的是他自己個人的定位嗎? 是為了要追求他自己個人嗎? 不是耶 當蔡英文去到美國的時候 尤其今年又是這麼關鍵的選舉年 如果他就見了拜登 如果他就見了一些 會讓中共跳腳的一些人物 如果再有一些更激烈的舉動 馬總統在這個時候去 可以降低那一些 可能會發生的衝突 會降低那一些 很有可能會發生的那一些 兵雄戰略的事情 馬總統如果要願意這樣做 並且擔起全台灣有這麼多人 到現在都還在罵他 你不覺得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嗎? 大家是希望我們真的看見 有戰爭發生 還是看到真的有一個人 用交流 用和平 用談話來代替那一些 民進黨 刻意去挑起的那一些爭端 哈囉 歡迎收看 哏傳媒 有哏來報 弦外之音 來說哏 我是主持人李明軒 每個禮拜二的晚上九點呢 明軒在哏傳媒 以及在中天YouTube的頻道 會一起雙開直播 歡迎大家 一起來訂閱我們 那同時呢也幫我們按訂閱開啟所有的小鈴鐺 那同時呢也鼓勵所有的 願意支持哏傳媒 支持監督政府的力量的所有好朋友 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加入哏傳媒的會員呢 會有不定期的花絮 就是給我們的專門會員收看喔 好今天是 3月28號禮拜二 今天有很多事情跟大家分享 像最近呢很多人都在討論到說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到底會是誰 那總統候選人剛開始 很多人都在講說 會不會是郭 會不會是猴 那直到現在呢 有很多的媒體最近不斷的在講說 猴市長的民調似乎出現了一些變化 開始有往下向的一個趨勢 那今天呢要特別的 要跟大家稍微來聊一下 關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部分 那同時要跟我們 願意支持藍營的支持者們 再好好的說一點 民選的心理話 那當然今天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天 因為今天早上呢 我在立法院開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記者會 是對於我人生來說 是一個 嗯...非常意義重大的一個決定 就是呢 我決定在今年接受挑戰 為國民黨去開疆僻圖 好我今天早上呢 在立法院跟陳隱信委員 還有李德威委員 還有我們其他在黨內當中 願意一起去戰艱困選區的年輕人 我們今天早上就一起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我自己個人的想法呢 就是民進黨已經執政了這麼多年 七年快要邁入第八年了 好那這段時間當中可以看到 民進黨是完全的執政 卻沒有看到他們完全的負責 我們就看到他們呢 是不斷的用所有的國家的資源 國家的力量 用盡一切的這些資源 就是要打擊一擊 尤其是讓我們平民老百姓的聲音 沒有辦法發出來 那尤其這幾年呢 我在廣播節目 尤其在我們跟傳媒 即將已經要待滿一年囉 這段時間當中我相信有很多的 我們的支持者 還有我們定期收看的觀眾朋友 一定都有一個感受 就是覺得這個政府在執政下去 人民很辛苦 現在呢 房價的問題 雞蛋的問題 各種的民生的問題 這個政府都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呢 這幾年我們有很深的一個感受 就是不斷的呃 吶喊 不斷的向這個政府 發出我們的怒吼 似乎好像沒有太大的用處 因為這政府不只看不到 聽不到 他們甚至還變本加厲 做出一些 呃 更超乎常人思維的那一些動作 那 尤其這政府是很明顯的 面對什麼樣的事情 都是用意識形態 來凌駕所有一切的轉眼 尤其在去年開始 本土疫情 整個大爆發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府 政府只聽從黨議 只聽從他們自己想要賺錢 甚至是在疫情當中賺黑錢的目的是非常的明顯 所有有良心的學者跟專家 不斷的向中央喊話 我們只看到這個政府 不斷的拖 黨疫苗 賺快篩的錢 那兒童疫苗也是拖到最後一刻 竟然要大家與病毒共存的時候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條件 與病毒共存 但這個政府卻叫我們 你們要自己自主應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府呢 完全是沒有良心的 用一切的這個意識形態 凌駕所有的專業 那我自己是認為說 現在這個政府長期這樣看下來 雙標並且道德淪喪 而且還有最嚴重的就是 價值觀敗壞 教壞小孩 而且我相信大家已經都知道 身為一個政府 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當所有人民的後盾 不是嗎 當我們看到我們政府 有當我們的後盾嗎 我們現在看到民進黨的執政 2016年蔡英文上任開始 大家還記得還有一支廣告片嗎 問大家說你生活變得更好嗎 年輕人找工作有更好嗎 各種你覺得有更好嗎 很多的中間選民還有年輕人 在當時看到那一支廣告片的時候 都被蔡英文深深的打鬥 認為投下那一張選票的時候 哇一切都可以變得更好 但沒有想到蔡英文執政以來 整整這七年快要步入八年的時候 我們只看到我們的民生越來越辛苦 上製房價下製雞蛋 還有我們所有民生的用水用電 通通全部都是問題 尤其去年民選成為新手媽媽之後 我看事情的角度就變得更不一樣 看到我的小孩在這樣子的環境當中 去年疫情這麼嚴重 我們的政府真的沒有在救人 我們所有的家長最擔心的 就是要保護小孩子 那我覺得民進黨執政很明顯的就是 他們亂花人民的納稅錢 我覺得亂花納稅錢這件事情還可以忍 但是危及到我們的生命 跟危及到我們下一代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沒有一個家長是可以忍的 那我想呢 尤其碰到去年這個疫情到現在 我覺得我給我一段時間 不但問我自己 就是真的是要讓我的孩子 在這樣子的環境當中長大嗎 所以其實去年一整年對我來說 是一個自我對話 然後並且 因為我覺得選舉的這個決定 對我來說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我現在小孩還很小 而且我曾經也想過說 其實我可以透過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或者是現在在我們耿傳媒當中 以及在國民黨發言人身份 其實都可以來監督政府 都可以問名發聲 但是我給我自己機會 給我們大家機會 已經這麼多年了 就發現說 這個社會在民進黨執政下的 這個社會是很可悲的事 你必須好像必須要進入到這個體制當中 你必須要擁有那個權力 你才有辦法改變這一切 你才有辦法去揭開那些民進黨的那一些弊案 那我自己身為國民黨的發言人 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我非常清楚知道國民黨的歷史責任 還有國民黨的使命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記者會呢 是特別跟大家講說 我非常地願意代表國民黨去開張辟讀 那我也相信說在 正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時候 才有辦法更好的展現出國民黨的精神 還有堅持 那過去五年當中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勸勁我出來選舉 但是我都沒有親力下去 那確實也有很多的機會我可以出來 但是呢 我很清楚我的目標在哪裡 我真的非常清楚知道 我知道我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議員可以做得到 必須要立法委員才能夠做 那今天呢 我不是要找一份工作 我也不是一個要先求有再求好的一個人 我先選上議員再說吧 然後再慢慢地往上爬 我沒有這樣的想法 而是因為我看不下去民進黨執政 我已經忍無可忍 沒有辦法再忍受民進黨繼續執政下去 所以到了一個必須要自己上戰場的時刻 那艱困選區呢 是很充滿挑戰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同時也覺得 是充滿很多機會跟奇蹟的地方 我希望呢可以把年輕人的熱情熱血 還有年輕人很單純的初心 很單純的一個善良 可以傳遞給更多的人 那尤其是在最近國民黨 很多人都會希望國民黨是可以世代交替 但我覺得世代交替的這個字眼對我來說啦 我個人覺得還蠻刺眼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講是世代傳承 在國民黨現在世代傳承的這一刻當中呢 國民黨確實是需要有新面孔 新的思維 並且有新的戰力 那我作為年輕世代的一份子 我是非常的願意出來 那我不怕辛苦願意站在第一線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個道理就是 整個台灣全國有113席的立委 只有113席 我們全台灣有上千位縣市議員 但是立法委員只有113位 就可以決定整個台灣的未來 決定我們的下一代 好 可是呢 民進黨完全執政 他們佔絕對多數整整61席 國民黨就只有38席 大家再思考一下 現在的新北市 大家想說新北市艱困嗎 新北市艱困是藍的耶 可是你們不曉得 沒有發現 新北市12個立法委員的選區 只有3席是國民黨的 其他都是民進黨的 再去設想一下 全國最大的行政區板橋 板橋是將近56萬人口 是全台灣最大的行政區 需要花最多的時間 金錢 成本 資源 下去選的地方 那因為人多 所以分成兩個選區 板東跟板西 但是不管是板東還是板西 這8年來都是民進黨 拿下立委的 如果說我們不要讓板東跟板西 整整連續12年都是這樣子的窘境的話 是必須要集結眾人的力量 才能夠推倒民進黨這座高牆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2024這一年是一個存亡之戰 所有人都要站在一起 你今天看到國民黨這麼多的年輕人 包含民選願意站在第一線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在電視機前面 不要只在電腦前面 看過去之後 連點個讚的勇氣都沒有 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多留言 幫我們多分享出去 讓大家看到今天國民黨有這麼多 有戰力 然後並且是願意出來一戰的年輕人 站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說2024是一個存亡之戰 立委選舉呢 跟議員選舉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不是一場個人秀 不是議員自己一個人衝很高票 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就好了 立委不是的 立委不是個人秀 他是要團體作戰 他必須要集結在地所有的陸軍 那包含候選人自己本身的空軍 所以呢 國民黨很重要就是 唯有團結在地所有的力量 才有機會可以翻轉 所以最近呢 大家看到 嵩信選區 還有大安文山 已經有一陣子的時間 尤其最近沸沸脫逃 然後沸沸被抓到了 那沸沸掛了 那甚至是把沸沸這樣子的詞 運用在某一些候選人身上 沸沸呀星星呀什麼的 我只是真的覺得 如果你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我不希望大家再繼續的 用這樣子的玩笑 去野餘國民黨 那如果你是中間選民 那我真的覺得 我必須要 感到很抱歉 國民黨最近有這樣子的一些 形象一些事件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去約束 每一位候選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發言的自由 但是李宁選我自己個人 我認為緣和真的很重要 那尤其今天國民黨的 資深的前輩 也是國民黨很重要的資產 那很多時候 然後目的或者是想法 大家可以是有共識的 但是方法可以有不一樣的方式 我都覺得應該要有更多的智慧 去化解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我強調的就是 人和真的是最重要 尤其每一個選區 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的空軍很厲害 是要在地所有的陸軍都要團結在一起 為什麼說國民黨唯有團結才能勝選 才有機會翻轉 因為過去有太多的例子 就算是一個人下來選這個選區的立委 那如果在地其他的議員都不服的時候 真的沒有一個例子 說這樣子的選舉可以選贏 都是要大家團結在一起 一起棒這個候選的選項才可以 那麼2024這一戰呢 如果不久的將來 國民黨有提名我的話 我絕對會全力以赴 我也希望所有的 在觀看我們直播的好朋友 可以給我們一些力量 那麼今天呢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天 因為明天就是三二九青年節 所以馬總統昨天呢 是第一位我們的元首踏到對岸的土地上 昨天4點半的時候就已經到了上海機場 那今天到了中山林在南京 南京的中山林 那很多人在馬總統在出訪前呢 都在說什麼 為什麼他要去中國大陸 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情 今年不是要選舉嗎 你們國民黨不用玩了是不是 然後甚至是很多的綠營呢 都開始說 我就看他敢不敢在對岸的領土上面 喊中華民國 敢不敢講出他是總統 各種的挑釁啊 各種的批評 負面的聲浪都有 當然雙英書訪 一個訪美國 一個訪中國大陸 好 那這兩個其實對於台灣 普遍的民眾來講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逢中必返 然後碰到 或者是碰到中國 就特別的敏感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 尤其是最近 有媒體在講說 啊好友儀市長的民調出現變化 欸有點下滑 去年有恩恩案的時候 都沒有打擊到他 但沒有想到最近竟然下滑了 我覺得這一點呢 大家可以去這樣看喔 我相信 侯市長本人 那包含 侯市長的幕僚團隊 看到這樣子的變化的時候 一定就是 可以知道說 喔這是大部分的選民 呃的一些聲音 那或許會改變一些 呃他們的節奏跟時程 那前提就是他願意出來 選這一任的代表國民黨 來選總統 那麼其實對國民黨來說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的一個信念 就是要推派出最強的候選人 那麼最強的候選人的定義 當然就是民調最高的人 那目前來看 民調最高的是誰 我覺得大家可以在陸續的觀察 但是我個人認為呢 最近侯市長會稍微有點下滑 或許是跟馬總統 前往中國大陸有一點關係 那我剛剛講到我嘛 是因為大部分的人認為 碰到中國就敏感 然後當然是綠營的人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去那邊 你是不是賣台 欸 他都已經是卸任總統了 卸任的元首了 現在全台灣最有權力的人 叫做蔡英文 一個卸任總統請問要怎麼賣台 如果他是要賣台的人的話 他執政8年怎麼沒有賣台 好那全台灣最有權力的人 叫做蔡英文 他現在這個時候他到了美國去 然後甚至美國最近還想說 建議我們台灣全民都要有槍 有非常多美國釋放出來的消息 都是要叫我們大家 隨時要備戰 隨時要 好像好像似乎是希望看到我們台灣人 真的是要拿起槍枝 甚至像蘇貞昌之前講的 戰鬥一兵一卒 拿著掃把都要上戰場 那請問全台灣最有權力的蔡英文 這個時候去了美國 難道他不叫賣台嗎 為什麼 一定要是國民黨做這樣子的事情 就一定要說是他賣台 那我希望所有的 如果你是願意支持國民黨的觀眾朋友 我希望大家最近不要再去傳說 一直在罵朱利文主席說 要一個公平公正的初選很難嗎 因為我現在最近發現有非常多的人 在傳閱著一些這些影像黨 好我剛剛講回來 講到說侯市長的民調下滑 那馬總統最近去了大陸之後呢 我說這是一個大家很普遍會有的一個反應 所以會自然而然的反應在國民黨最有可能出現 總統候選人的身上 那我認為呢 馬總統去了這幾天 十天回來之後呢 如果可以證明出這一趟去訪中國大陸 是一個加分的行為 對於兩岸的關係 可以有和平 可以有穩定的這樣子的一個幫助的話 我相信侯市長的民調還會再回來 甚至還會再更高 好那今天可以看到馬總統到了中三年之後 他特別提了八個字 馬總統的書法是真的寫的很美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他裡面提了這幾個字 和平奮鬥振興中華 好當然是若看了馬英九 但最重要的一個亮點 大家看到他寫了百十二 他直接寫的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這個跟歷屆所有藍營高層人士 到了大陸去之後 是寫的季 西元季年是有非常大的區別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所以我希望所有全台灣的人民可以看到這一點 當綠營在嗆說馬總統敢不敢在中國大陸 講出自己是總統 講出自己是我們是中華民國的時候 請看看他的所作所為 以及他所說的 他今天的受訪開頭就已經提到 今天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二十八號 這些都是他親自用他的身體力 這個疫情證明了中華民國存在 中華民國存在了一百一十二年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些亮點 不要去被那些綠營的那些帶風向 帶去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地方 大家也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用自己的耳朵聽 民進黨執政現在已經第七年要第八年 完全執政的時候中華民國 現在已經斷交幾個國家了 大家都很清楚嘛 就是最近這些新聞吵到現在 我們再看看過去民進黨蔡英文 他們有這麼多的 現在都在第一線的那些民意代表 那些官員們 當時都在嗆說馬總統是什麼外交休克 各種難聽的字眼都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只有國民黨才能夠真正的做到兩岸和平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馬總統要前往中國大陸這件事情 你覺得真的是他自己個人的定位嗎 是為了要追求他自己個人嗎 不是欸 馬總統的個性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寧願他自己當那個罪人 被大家盯得滿頭包 甚至是被插了好幾刀 然後都在流血 定上十字架的那個他也願意 當蔡英文去到美國的時候 尤其今年又是這麼關鍵的選舉年 如果他去見了拜登 如果他去見了一些 會讓中共跳腳的一些人物 如果再有中共的共機來擾台 如果再有一些更激烈的舉動 馬總統在這個時候去 有非常多的專家跟學者都說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元首到中國大陸去 那去的時候可以降低那一些可能會發生的衝突 會降低那一些很有可能會發生的那一些兵雄戰危的事情 馬總統如果要願意這樣做 然後並且當起全台灣有這麼多人到現在都還在罵他 你不覺得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嗎 大家是希望我們真的看見有戰爭發生 還是看到真的有一個人去做一個用交流代替戰爭 用交流用和平用談話來代替那一些民進黨 刻意去挑起的那一些政端 所以今天的直播特別跟大家聊了這些東西 真的是民選的一個想法 然後也是我今天的心裡話 那我也希望呢 最近如果你還有在看到 很多人在吵就是要朱立了一定要公平公正的選舉 侯友宜你不該出來應該要韓國瑜出來 真的大家不要再說是非誰不投了 如果今天連藍營的支持者都分裂的時候 你教訓的真的不是國民黨 你教訓的是你自己 因為你繼續讓民進黨再繼續執政了 已經8年了 還要在12年嗎 還要在16年嗎 所以請大家 我不管哪個政黨哪個顏色的 這個時候所有的在野都應該要團結一起 把這個民進黨不適任的政府拉下來 好 我們今天的直播都就到這邊 我們下個禮拜 休假喔 親民連假放假 我們下下週同一時間 禮拜二晚上9點見 掰掰